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财经会演节目 我是李源 下面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6日召开会议 研究明年的经济工作 称要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稳字当头等等 7日中共当局又发布了优化防疫的所谓新十条 称要纠正 简单化 一刀切 层层加码等做法 有分析认为 清零导致财政没钱了 中共高层已经看到了这个恶果 想踩刹车 也有分析认为 中共借助清零手段控制人民是不可能会放弃的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12月7日报道 习近平6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再提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称要深化改革开放 提振市场信心 稳增长 稳就业 稳物价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等等 会议还称 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 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等等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12月7日对大纪元表示 当局是释放信号 要将清零政策作为国家的重心 转移到经济发展这个重心 而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副教授孙国祥 12月7日告诉大纪元 中共政治局说2023年稳字当头 就暗示中国大陆经济的波动会持续 中共的稳是有问题的 只要清零政策没有真正的改变 2023年整个经济政策还是会两边犹疑 另外12月7日下午 中共官方发布进一步优化防疫政策的新十条 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居家隔离 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证明和健康码等等 中共坚持了近三年的防疫清零政策开始松动了 各地也不断有解封消息传出 而防疫松绑除了民间大规模的白纸运动的压力 最大的原因就是财政没钱了 日前广州一名公职人员透露防疫放松的一个真相 财政真没钱了 到处是欠条 但文章已经在网易平台遭到删除 文章说 我有位老同学恰好就在广州市海珠区担任公职 算是最了解当地为什么突然放开的 他说 财政上真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全是欠条 全是窟窿 对于集中隔离点 他说 能找到的地方全住满了 酒店甚至开始往外轰人 因为之前的费用都没有结呢 酒店不可能一直免费提供住宿餐饮 他们只能征用学校做隔离点 结果被家长们疯狂投诉 但因为财政没钱了 他们连志愿者都找不到 不得不征调老师去做防疫工作 导致学校老师紧缺 孩子们不得不以年级为单位统一上网课 大家想想那教学效果得差到什么程度 那么多事业单位为什么偏偏要征调老师 文章说 能上的早都上了 之所以征调老师 是因为教育部门还能正常的开工资 还能调动得起来 文章说 网上有这么一句话 很难想象一座座城市动不动就搞静默 人们待在家里等清零 这不就是坐吃山空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 有人居然管着叫人民至上 这位公职人员认为 广州之所以能冲卡成功 是因为广东经济太重要了 今年全国统筹调剂资金 广东上缴的最多 占比高达40% 调剂资金就是给养老金缺口补窟窿的 另外 中共的常态化核酸检测措施 也拖垮了地方的财政 财报显示 多家核酸检测上市公司 今年前三个季度的盈利 虽然大增 但是应收账款也随之暴增 甚至超过了同期净利润的三倍 显示公家欠债越来越多 而核酸检测还不是大钱 最贵的是随之投入的大量人力 根据东吴证券此前的预测 中国一个月内因常态化核酸检测 所需支出是216亿元 在清零政策下 中国地方政府不得不大量的举债支持经济 据国际结算银行的统计 中国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创下了新高 以达到GDP的近三倍的水准 日经亚洲分析 中国经济的长期前景可能不会好 由于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 当局势必增加社会保障项目的财政负担 可用于刺激增长的资源会日益的减少 各地目前的封控措施也不一样 据野村证券公司的统计 截至周一时 中国全国仍然有53座城市 也就是说相当于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仍然被严格的限制自由出行 而且目前也没有迹象表明 中共会放弃清零政策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对新唐人表示 中共防疫措施的放松 它并不是说它清零防疫的原则 基点有变化了 而只是针对一部分地区过度防疫 层层加码的现象 进行了一些纠正 进行了松绑 它的程度也仅仅只是限于放松 而不是完全放开 中共利用清零防疫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 加强维稳 他们这种手段是不可能放弃的 唐靖远还表示 放松防疫管控只是中共一时的权宜之计 一旦民间抗争风声一过 中共很可能会重蹈覆辙 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 4.28亿美元的飞机零部件 预计一个月后会正式生效 五角大楼周二表示 这些零部件可协助维持台湾的F-16战机 和本土防御战机以及所有其他源自美国的飞机和武器系统 台湾国防部周三表示 中共正在增加台湾周遭的准军事行动 企图使其常态化 进而压迫台湾海空域训练空间与反应能力 这些部件有助于维持台湾的传统战力 尽管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美国仍然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武器供应商 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指出 这是拜登政府批准的第七次军售 同时也是今年第六度宣布对台军售 台湾将会继续与理念相近的国家保持合作 维护台海与印太区域的和平发展 坚持自我防卫的决心与能力 美中的政府数据现实 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快速下滑 从中国到西海岸的运费下降了70% 同时中国的进出口活动严重疲软 超出了物流公司对贸易需求下降速度的预期 根据CNBC的报道 海运合同市场的价格在11月份创下了创纪录的月度跌幅 数据分析表明85%的客户计划在2023年减少海运支出 这表明货运量将进一步萎缩 而最新数据显示 在假日季节之前 美中之间的制造业订单减少了4成 航运公司警告说 我们在11月找不到任何乐观的理由 尽管北京政府最近声称将放松清零政策 但是国内的物流状况和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12月7日中共政府数据表明 中国11月出口额同比下滑了8.7% 远远超过10月份的0.3%的跌幅 此外11月份的入境货运量同比下降了10.6% 远远超过了10月份的0.7%的跌幅 凯头宏观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普利查德指出 中国未来几个季度的出口会进一步萎缩 这增加了全球经济衰退的压力 美国经济专家格雷斯福12月6日 在英文大纪元刊文说 美国在资金技术等方面 对中共的限制正在起作用 这也将阻止中共发展军事 格雷斯福在文章中表示 美国对中共的贸易和投资限制 不仅是经济问题 也是国防问题 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 与其国防开支直接相关 在2022年 美国的国防预算是7500亿美元 位居世界首位 中共以2370亿美元位居第二 而俄罗斯仅有480亿美元 他指出 川普政府对超过3000亿美元的 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尽管拜登政府批评川普 但仍然保持了这些关税中的大部分 去年11月 美国政府把数十家中国公司 列入被制裁的实体名单 理由是他们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目前已有600多家中国企业上榜 因为他们进行恶意的网络活动 为外国政府开发间谍软件 开发和分发黑客工具 以及违反常规武器和两用商品 和技术的出口管制 为了防止中国企业购买先进的 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 拜登政府宣布 对某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和再出口 或者是转让实施第一轮新限制 文章说 除了切断中共政权获得新技术的渠道之外 美国的立法还在慢慢扼杀北京的现金 自从征收25%的关税以来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半导体就下降了26% 这使中共军方将无法再获得这些收入 美联储提高利率也对北京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较高的利率不仅将新投资从中国转移到美国 而且还导致资本从中国流向美国 从历史上看 在美国交易所上市 一直是中国公司的巨大资金来源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收紧了审计规定 可能导致多达250家中国公司退市 限制美国向中国转移现金和技术 将阻碍中共在2035年超越美国的计划 同时 进口关税和限制将有助于发展美国国内产业 并推动美国技术发展 这也将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 同时削减中国的就业机会 最后格雷斯夫预计 未来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限制将继续增加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关于今天的新闻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也拜托您点击小铃铛 订阅 点赞 并传播这个节目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李源 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关于今天的新闻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也拜托您点击小铃铛 订阅 点赞 并传播这个节目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李源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